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虽然这两年高考的录取率不断提升 很多人都有机会到大学读书 但是相对于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讲 高校的数量还是太少 所以很多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 在高考中没法取得好的成绩 上好的大学 因此纷纷打起了出国留学的主意 而且大家知道吗 我们还有一种逆向留学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留学 那意思就是我中国人 我经过各种中介机构介绍 我到美国欧洲澳洲去留学 这个叫留学 可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最近很多城市出现了一种逆向留学服务机构 人家是介绍中国人到中国留学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也是在钻空子 我们知道不但咱们的学生要到国外留学 也有很多国外的学生愿意到中国留学 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 咱们这么讲吧 我国跟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关系非常好 考虑到他们底子薄 这个学术能力差 所以我们招收的很多外国留学生呢 说实话 这个学术素养和学习能力比咱们国内的学生差多了 咱们也理解 毕竟人家的教育水平没有我们发达 所以很多外国留学生 那基本是没有参加什么正规考试就被我国高校录取了 于是很多中介打起了他们的主意 很多中介说你这样吧 我帮你运作一下 我把你的孩子先搞到国外移民 先把你的孩子从中国人变成外国人 然后你这个孩子不等于成华侨了吗 你作为华侨生也好 你作为外国人也好 你来报考中国的大学 这个录取条件是非常非常低的 有可能你本来你平均好成绩 你上个三本都勉强 经我这么一运作 你去个985211跟52似的 在很多中介编织的话语中 这简直是一个中南捷径 一个本来学习不太好的学生 摇身一变变成外国人 然后再回到中国来参加大学的面试 很容易就能取得录取资格 有的中介说搞得好 人家大学还能给你一笔很丰厚的奖学金呢 没办法咱们中国聪明人就是多 人家就是善于发现各种政策规则中的漏洞 然后加以利用 当然我们不能放任他们这么去钻漏洞 所以最近国家教育部已经出台相关规定了 人家专门打击的就是这种钻漏洞的人 教育部的规则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父母双方或者父母有一方是中国人 孩子从出生开始就直接取得了外国国籍 但是你并没有在外国生活 你是回到国内参加国内的基础教育 这样的孩子呢 你就不能以海外留学生的名义来申请我国大学 否则的话 你想多不公平吗 你旁边同学就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在外国 取得了外国国籍 小学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读得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你考600分都上不了清华北大 他考400分就可以上清华北大 太不公平了 教育部的规定很清楚 如果你这孩子一直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不起 你没有海外留学生资格 除非在大学录取之前四年 你有两年以上的海外生活 你真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 你才有资格 而且还有一些中介 不是说能给你办移民吗 教育部说的很清楚 你如果通过办移民 从中国人转化成了外国身份 但是你在大学录取之前的四年 也必须有两年以上在外国生活的经历 也就是说你没有接受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 你真真正正的是个外国人 你才有资格享受这个外国人的优待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有一些被中介蛊惑 想钻空子的家长 一定要把这个事搞明白 别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这个钱也花了 民也移了 孩子成外国人了 但是中国大学还不录取你 外国大学你还读不上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